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定不会嘲笑我的 我就问问有谁没有做过几个自己变成大美女 大帅哥 大明星的梦呢 梦里的这个笑话 它的形象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它是那种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良 小小的叛逆 漂亮的同时呢 又有一点酷酷的感觉 特别戳我的审美 所以我就很想把它重现出来 这下完了之后呢 就到修容用到的产品呢 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修容液 因为它是液体 所以你可以通过美妆蛋把它拍进皮肤里 能够达到的那种修容的效果特别的自然 我以前用修容膏或修容粉修容都不敢直接上到颧骨上 因为妆感会显得比较重 但是用这个修容液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修颧骨的这个地方 笑话呢 毕竟它还是一个学生嘛 脸上还是要比较饱满 比较有胶原蛋白的那种感觉 所以该提亮的地方呢 还是要提亮一下的 当然啊 现在后期的我看着自己的操作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confused的 为什么要提亮额头呢 等会不是要戴假发吗 那假发的刘海好厚啊 以前我都是坚决不用素颜霜的 现在真香打脸 因为我发现它用在脖子上是真的好 它不会像粉底一样粘到你的衣领 而且沐浴露就可以洗掉 不用卸妆这么麻烦 眼妆的部分呢 先找一个自己手上的那种万能打底色来进行一个铺色打底 我用到的呢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Mac的这个Soft Brown 我今天想要打造的这个眼妆呢 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漫画眼的日常版 这个眼妆虽然整体上是不难的 但其实它里面还是有蛮多小细节需要注意 突然之间画面中的我呢 陷入了一种蒙蒙的状态 我举起了我的手指 放在了我的太阳穴 似乎试图以这种有点傻的方式来让自己集中精神 然后发现 诶 这招对我确实有用 原来我们的下一步呢 就是要用这个暗红色来加深我们的眼头眼尾 突然之间发现 诶 我要换眼妆了 我要离镜头近一点 我们眼影的第一个重点来了 大家看到现在我是用这个暗红色刷在我的下眼影 但我在往前刷的时候呢 并不是贴着我睫毛根部刷的 而是把它刷在我们卧蚕的阴影处 我们今天的卧蚕打造出来呢 也是要有一点点暗红的效果 接下来呢 我会用到一个比刚刚的红色更暗的颜色来加深我们的眼尾 利用这个颜色来增添眼妆一点酷酷的氛围 这个地方的下眼影呢 就是要贴着睫毛根部去刷的 接下来呢 我会用到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眼线笔 就是Canmake的这个眼线胶笔04号 去打造一个暗红色的小猫眼 如果觉得自己对黑色系的猫眼眼线hold不住的话 试一下这个暗红色系的猫眼 你会发现新大陆 上眼线的线条感不需要画的特别的利落 特别的锋利 让它有一点顿感 可以和周围的眼影融合在一起 然后下眼线呢 一定是要弯上去和上眼线连接在一起的 下面要用到这个眼线笔呢 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是我买过所有的白色眼线笔当中最适合用来画下眼瞼的 它是一个奶油裸色 画在眼瞼上面呢 不会显得太过白太突兀 而且也能很好的起到一个扩大眼白的效果 这个地方呢 我是觉得我的上眼皮眼头眼尾的红还不够深 所以我又再加深了一下 睫毛的部分呢 一定要刷的比较有存在感 如果你天生的睫毛条件比较弱的话呢 就建议在这里可以贴个假睫毛 突然之间呢 画面中的我就换上了笑服 为了这一次的拍摄呢 其实我是买了两套笑服的 一套是这个灰色 还有一套呢 是黑色 在最后的展示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个人觉得黑色的那套是比较好看的 刷腮红呢 我这一次的刷法是横向着来刷腮红 我花了这么久的妆 尝试了各种腮红的打法之后 我发现横向刷腮红对于我的这种偏窄 偏长一点的脸型来说是最合适的 它可以很好的来调节你的脸型 让你的脸型呢 更有一种向外打开的感觉 这个地方呢 我举起了刷子再一次的取粉 让刷子只有头部的地方是接触到腮红的 然后让刷子垂直面向我们的脸颊 加强一下面中的腮红 腮红的范围呢 是建议不要超过鼻子最下缘的地方 如果超出了的话呢 就会容易显得我们的脸颊有一种下垂的感觉 所以这里呢 我用粉底刷把腮红下缘的部分呢 再整理了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又用提亮液把全宫下方凹陷的地方呢 再一次的提亮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跟我一样是戴了牙套之后 这个地方的凹陷感越来越明显 我强烈建议喜欢画质的同学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暗红色的眼线笔来画 它比黑色的要自然 比棕色的呢 又要有特色 暗红色的眼线笔点在脸上 它会增贴你整个妆容的那个娇俏感 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口红的部分呢 我会用到两个颜色来进行叠图 首先我会用到橘朵这个45号来进行打底 它是一个有一点脏橘的感觉 如果是厚涂一些的话 其实还挺酷的 然后呢 我会用到一个127 这个Into You的127来叠图 这个颜色我觉得单擦不是特别好看 就是要叠图 叠图在这种比较酷的颜色上面 那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快要结束啦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如果有想要我画什么样的妆的话呢 也可以多多的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